敌人姐 撤开我 我知道 这都是为谁 我看了这个 这些也读 这个男人见光就死 但他可不是什么妖怪 而是大理寺少亲 裴东来 就在前几天 裴东来接到了一个案子 假大人在佛像上自然而亡 这一惨案惊动了午后 他怀疑 这是宗室老臣阻挠他登基的阴谋 因为佛像建成之时 便是他登基之日 为了平息午后怒火 大理寺清朝而出 薛大人从烧焦的蚕尸上 发现了大量的黄灵 假大人是被人用黄灵焚烧至死 但裴东来持反对意见 不 这火是从体内烧出来 随后他拿出了证据 假大人骨骼都烧成了碳 但官靴却依旧完好 薛大人便将工匠抓回去审问 但监工沙驼引起了裴东来的注意 左手藏了什么 这是什么 我在刑部射过刑 原来八年前 他牵连进敌人截逆反案 被刑部砍去了左手 为了保住性命 沙驼出言威胁 大人 大佛改不完 前后怪罪下来 你们大理寺也不好交代 裴东来文言暴怒 立刻要砍了他用 是造天谦的 贾大人是造天谦的 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天谦 据沙驼交代 贾大人检查时 煽动了大佛的平安符 谣言祸重 真有天谦 现在马上就给应验 但平安符是国事陆里所放 两人收押工匠后 便赶去禀报午后 此时 午后正在检阅禁军 裴东来刚要禀报案情 薛大人就浑身欲火地冲来 虽然女官静儿将其拦下 但所有人都惊悚无比 两名亲信 接连云命 午后身心俱疲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这时 神鹿突然出现 他正是大唐国师陆离 妖人逆行犯案 皆因太白星离工八年 身陷领雨 尚未归位 午后一点就通 国师所指 莫非是敌人节 敌人节反对天后垂帘听证 以逆反罪打入大牢 静儿担心 敌人节倒向礼堂皇室 但午后心意已决 去查查 敌人节是死是活 静儿活速前往大牢 此时 敌人节正在捡奏折 他虽然被求 但信息并不闭塞 因为他每天 都捡走要焚烧的奏折 奏折就是给设计开方子 读懂奏折 就能知道国家生了什么病 两人抬着奏折回去 谁料 杀手袭来 但这在敌人节预料之中 两人利用铁链和杀手 打得有来有回 敌人节一把摘下 庄下的美童 把杀手摁在地上摩擦 而静儿也赶了过来 杀手自知大势已去 纷纷跳入火中自焚 敌人节悠然开口 敌人节悠然开口 明知要来见我 你却一身求医 敌人节阵阵有词 反正案子查完了 还会找理由把他抓回去 如今我执政八年 朝政清明 名声附属 连太子都上书 求我登记 敌人节一针见血 指出他不仅得位不正 还滥用酷刑 敌亲还是敌亲啊 说话真不中听 这是当年 从你身上拔下的徽章 武后任命他为钦差 登记大典前 必须查清焚尸案 还让静儿贴身伺候他 敌人节技高一筹 将静儿死死置住 他告诉静儿 武后的话听听就行 要是两人真的如交死期 武后会把他们一起宰了 名为服侍 实则是监视 你怎么不刮 我的胡子不长在那 长在这 但静儿偏不信邪 我倒要看看 天后是不是如你所说 静儿刚解开衣服 漫天剑雨破窗而来 两人勉强捡回一命 你怎么扫双 鞭子都给你了 还不明白 两人熄灭灯光 这才夺过了剑雨 敌人节趁机追了出去 谁料追到了王爷李霄那 根本就是太后之使 国师所为 他要谋朝篡位 王爷一直反对武后登机 他试图拉拢敌人节 敌人节 接兵服 由此朝廷兵服 可以调动天下三军 谁料 静儿赶到 放肆李霄 天子脚下还敢口出狂言 老弟啊 善官大人在 咱就不了 王爷静静离去 静儿却心中不愤 刚才暗算我们 肯定是他 既要收买我 又何必暗算 敌人节明白此案水深 第二天便去了大理寺 看着他吊耳郎当的样子 裴动来忍不住嘲讽 查案都不忘遛鸟 你别小看他 这鸟挺神的 能破案 这鸟昨晚被案件所伤 敌人节将它放在了屋外 果然烈日一出 小鸟就开始自燃 裴大人 鸟龙着火了 看到跟死者 如出一辙的死状 敌人节验证了猜想 去山坊 他搞来一碗鸡血 将昨晚的箭矢掰断 毒液和鸡血混合后 在阳光的照射下 剧烈燃烧起来 为了查明毒液来历 敌人节便去找了 好基友沙驼 敌人节 没想到我们能活着相见 沙驼带着他们来到案发现场 有什么发现 赤眼金龟 原来赤眼金龟是西域甲虫 他以黄陵为食 遇到阳光就会自燃 我当时目睹案发的情形 事后才想起金龟毒发作的症状 裴东来闻言大怒 你早知道这条线索 为何胡言乱语 说家大人死于天前 沙驼畏畏缩缩 就算当时我说了这个想法 以大人的智慧 也未必采信 谁混账 敌人节急忙打原场 金儿哈哈大笑 让沙驼敞开了说 我也只是推测 毕竟吃眼金龟并非中途所有 也许可以请教告人 敌人节闻贤歌之雅意 立刻带人前往鬼市 原来 洛阳城建于旧都之上 地下变成了做黑市买卖的地方 谁叫船 我们叫的船 找诡异汪吕 几人顺利见到了汪吕 但对方毫不客气 还没死呢敌人节 都滚吧 这不是宫门狗该来的地方 我是来救你的 汪吕冷笑一声 每一次你出现 麻烦你跟着来 汪吕立刻收拾东西搬家 裴兄拿起来 汪吕果然态度大变 但一听到赤眼金龟 他就闭口不言 这个案子就凭你们办不了 这时 一口大钟砸了下来 众人慌忙躲避 汪吕趁机从暗道逃走 眼看暗道被剧中堵住 裴东来便要去抓暗算之人 敌人节呢 敌人节去追汪吕了 汪吕沿着水道逃跑 谁料 红衣杀手紧追不放 好在敌人节及时赶到拽回了他 随后 敌人节和杀手中门对击 这时 静儿也赶了过来 本以为胜券在握 谁料 杀手还会分身 此时 裴东来持俯批来 什么事 不可能 随后 三人合力出击 却被杀手轻松击破 敌人节只能先拉走汪吕 你先进去 他抓住杀手双手 接着 就是一套无影角 杀手自歇双臂 谁料 双臂化成怪物 潜入水中 怪物直奔汪吕而来 好在裴东来及时赶到 但怪物死而不僵 对着裴东来起脸输出 裴东来一刀削了他头颅 谁料 他突然发现 怪物不过是个提线木偶 他甩出木桩 截断丝线 随后和静儿大战杀手本体 静儿 走 敌人节一把推下朽木 将杀手压在了下面 危机解除 众人开始梳理线索 国师为什么要杀他 那不是国师 见静儿确定无比 敌人节察觉了异样 国师多年不曾现世 他为何如此确定 这时 杀手再次现身 静儿果断追了上去 静儿 这是调虎一山 可静儿一个人 裴东来担心静儿 执意追了过去 敌人节只好带着汪吕 转移阵地 裴东来一路追寻 发现杀手来到 国师闭关之地 太少无疾 无疾怪 而另一边 敌人节也带着汪吕 逃出了鬼市 剑脱离了危险 汪吕解开了一荣术 敌人节刚要上前帮忙 你别碰 风府风池 这两个穴位不能碰 这是我们 一荣术人的大忌 敌人节顿时想起来 静儿也不让他碰 这两个部位 说曹操 曹操到 追凶无果的 两人赶了过来 他是什么人 大内太医 王伯 另外一个鞭子 叫汪吕 但静儿很是厌烦一荣术 雕虫小气 王伯也是嘴上不饶人 你就是我妹娘 养的那条狗 静儿勃然大怒 一鞭子 吊起了王伯 这种人不用行 是不会说真话的 用行只能驱大成招 就是这种方式 才会有这么多的人 反对我 王伯只好配合查案 原来 赤眼金龟 是先皇治病的药材 我 从西语人的口中 听到赤眼金龟的传说 我便想用 以时代虚的方子 治疗寒症 谁料 他研究后发现 金龟不仅能治病 还极其危险 一旦喝下它 遇到阳光就会自焚 之前我把十对金龟 放在太阳底下曝晒 希望他们全都灭去 我走得急 知道死光了没有 据王伯交代 饲养金龟的地方 是吴吉冠 静儿闻言大怒 敌人杰赶紧拦下 他要找国师谈一谈 国师为什么要找我回来办 国师那么神通广大 直接告诉我 谁是凶手不就行了 国师正在闭关 不见客 但敌人杰撂下狠话 国师不见也得见 吴后知道后大怒 敌人杰大献已至 你不用再去见他 这是我会处理 而裴东来还在分析案情 他觉得国师脱不了干系 敌人杰则把目光 投向了平安符 他怀疑贾大人被杀 是因为洞符查看通天柱时 发现了问题 这案子的线索 也可能就在贾仪的查验报告 这查验报告必须找到 那今天晚上 我去趟家 这时 王爷拦住了两人 敌人杰 接捡 原来敌人杰被囚后 仙皇刺的抗龙剑 落到了王爷手中 天后广不掩现 而王爷却当众还我抗龙剑 让天后对敌某起疑心 敌人杰不愿插手 权势斗争 谁料 王爷祭出了杀手剑 你知道仙皇是怎么死的吗 是国师陆里奉妖后之命 毒死的 听闻此言 敌人杰如擒天霹雳 而王爷以为胜券在握 在手下面前吹牛 敌人杰再高也高不过王爷 与其打击不如收拢 这料 被一剑刺穿了脑盆 王爷虽然领了盒饭 但他的话刺激了敌人杰 敌人杰深夜潜入了无极观 而午后也乔装出现 这就是先帝遇刺兵器 抗龙剑 抗龙剑能测出兵器的缝隙 敌人杰上手 为午后展示 机制弊断 破 午后明白他话中有话 让他做出最后的选择 请你对着这柄抗龙剑回答我 先帝是怎么死的 安楚的静儿 是以弓弩手准备 但午后丝毫不慌 先帝死于甘己 绝非如市井谣传 勿受我毒死亲父 午后让他不许再查国师 一切都是凶手的调拨之计 这时 裴东来赶来 报告王爷之死 敌人杰趁机脱身 随后 裴东来前往家府 寻找资料 谁料 书房在案发两天后 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原来 贾大人出事前 是在旁边厢房办公的 裴东来果然翻出了 工程检验图和奏折 他活速去找敌人杰 谁料 在半路遭遇伏击 另一边 敌人杰见到了国师 他自称在此清修 从来没见过赤眼金龟 让敌人杰速速离去 否则 死最难免 我生死尚在未定之天 但静儿 你却命在旦夕 我猜对了吗 上官大人 原来 国师一直是静儿假扮的 眼看身份败露 他解开了一荣树 敌人杰认为 午后为登上大位 产出了宗室老臣 还将一切 归咎为天谴 为了赌油油重口 他还特意找我回来产 敌人杰劝静儿收手 午后迟早会杀他灭口 但静儿忠心不改 持刀杀向敌人杰 好在有抗龙剑在手 敌人杰侥幸占据上风 断剑居然飞向静儿 敌人杰挺身而出 拦下一击 静儿本想趁机了结他 却在最后关头心软了 他扛起昏迷的敌人杰 下山寻找医生 告诉你不要来部机关 你偏要来 谁料 他中了杀手机关 被利刃当凶刺穿 杀手闻声赶来 却不见两人踪迹 等杀手退去 静儿才从树上跌落下来 这时 敌人杰也醒了过来 奄奄一息的静儿告诉他 为帮午后排除一击 他确实杀了不少人 但焚尸案 确实不是他们所为 你一定要帮天后 独怪难关 静儿临死前 回到了午后身边 而敌人杰来到贾府查案 谁料 一开幕门 机关就被击发 裴东来被暴露在阳光下 我知道 这个人为什么 我干了这个 这个钱也堵 裴东来被烧成了灰烬 敌人杰悲痛不已 但他想起了裴东来遗言 在灰烬里 发现了麻将寇 果然找到了图纸 敌人杰这才明白 凶手居然是好计有沙驼 此时 沙驼即将大功告成 原来 气势辉弘的大佛 全靠中间的通天柱直称 贾大人检查时发现 食物和图纸不符 贴有平安符的位置都攥有孔洞 他虽然不知道是何原因 但是以难逃杀身之祸 大佛高66章 倒下来刚好压他午后登基的明堂 原来 沙驼既恨午后断他一臂 又恰巧发现了王伯没晒死的金龟 便一手策划了分尸案 得知敌人杰查案 他利用两人交情 误导敌人杰判断 再逐一处去他身边干将 敌人杰劝他收手 谁料 沙驼突然打开机关 含有金龟的水 清泄而下 敌人杰不幸被金龟咬伤 但他手持抗龙剑 力压一众杀手 八年前 你带头反对妖后 现在要替他卖命 岂不是万劫不保 一言不合 两人再次动手 下去放荣江 是 现在一切已成定局 只要荣江稍断通天柱 午后必死无疑 而王爷也是他所杀 兵符已经落入他手 等大佛一倒 十万大军也将进攻皇城 见敌人杰赋予顽抗 沙驼打开了所有通风口 阳光激发了敌人杰体内的金灰毒 危机关头 他砍断了铁链 堵住了一侧的溶江通道 这下 大佛倒塌方向改变了 我是不会放弃的 沙驼立刻赶往明堂 敌人杰紧随其后 两人再马上斗争 敌人杰踹开金龟水 让沙驼淋了一身 随后在阳光照射下 沙驼被烧成了灰烬 这时大佛轰然倒塌 十项直冲武后而来 好在敌人杰及时救驾 他告诉武后 十万叛军在城外集合 但武后早有预料 领诱与林将军张鲁 率十万军王通关 你果然早有准备 敌人杰举起抗龙剑 觐见武后 滥杀宗矢重臣 罪无可赦 故计射计献处 存亡之囚 特还免其罪 随后 敌人杰承认了武后地位 请皇上之所进退 再传大唐宗室后代 回归正说 武后也解开了心结 你瞧皇上 从此 敌人杰隐居鬼市 寻找解开金归毒的办法 如是何人 大人 夜已深了 早些歇息吧 女人缓缓抬起仙仙玉兽 身后的蛇情图案 居然变成了真蛇 面对如此妖娆的女人 就算是锦衣卫 也没了还手之力 明朝末年 大太监魏忠贤 为了篡夺皇位 让手下搜刮能置换的龙水乡 谁料 龙水乡被锦衣卫夺走 他们要将此乡 上交朝廷 作为扳倒燕党的重要证据 锦衣卫快马加鞭 赶往一桩 那里由北镇辅资的 路见形接应 但魏忠贤早有准备 他召集齐门术士 在半路埋伏 锦衣卫被钢中人质拦住 一声怪笑过后 人质消失不见 而林中大雾弥漫 空气中飘来诡异的香气 锦衣卫一时不慎 眼中就钻入了毒虫 更恐怖的是 林中黑影飘动 几人一扭头 黑影就化作美女 凭空出现 双方瞬间陷入混战 黑影变成美女 诱惑锦衣卫 但她身上 却生出无数黑蛇 锦衣卫痴迷于女人的美貌 不自觉地拥抱她 美女生出小蛇诱惑 谁料 小蛇化成利剑 瞬间刺穿了她的脑子 而其他人 也遭遇不测 有的被吸入血坑 活活淹死 有的被毒虫啃尸大脑 痛苦到自尽身亡 眼看兄弟一个个倒架 同龄只能让气印川 带着龙水香逃跑 气印川在林中拼命奔跑 他本以为快要逃出生天 谁料 眼前出现了兄弟们的尸体 原来 这片林子早就笼罩在幻术之中 常人根本走不出 龙水香是你教出来 还是我们来取呀 气印川只能拼死一搏 他拔出绣唇刀 舒适本以为他要硬拼 谁料 他自残双目 破了幻阵 成功逃脱 魏忠贤派出大批人马追杀他 气印川有惊无险地逃到一桩 但他身负重伤 又双目失明 早已是强弩之末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一个被官府追击的刘寇闯了进来 为了避免暴露 他一把捂住了气印川嘴巴 气印川发现 此人身手不俗 官差离开后 气印川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快要死了 你拿着此物在此等候 并会有人来去 但流口纪贤并不想插手 气印川拼尽全力 拉住他 埋不尽 宋江部 不一而左 受不尽为唐杀 杀一惊拜 气印川还把破除换书的技巧告诉了他 随后 气印川就一命呜呼 气印川打开匣子 果然发现里面是龙髓香 他受人所托 只能在此等候 三更时 果然来了一队人马 他们迅速包围了乙桩 季贤不知来者何人 只能暂时假扮气印川 正当来人要查看地上尸体时 季贤担心身份暴露 急忙说出暗号阻止 买不进松江部 不一而从 季贤将龙髓香交给了他 此人正是北镇福斯陆建行 季贤不敢多呆 任务已成 我先回了 一众锦衣卫 莫松他离去 谁料 季贤即将离开时 门口出现了模样怪异的老者 季贤为挥刀便砍 老头虽是活人 但身体早就被毒虫住空 这些毒虫吃惯了腐肉 他们迅速钻进活人的蹊跷 季贤为疼得挥刀自杀 陆建行立刻意识到 老头是燕党派来的术士 但他刚打开门 就被逼了回来 原来 整座庄子 都成了老头的洋骨场 中人在毒虫的腾咬下 痛苦不堪 陆建行刚要挥刀自尽 就被返回的季贤打断 季贤挥刀杀向老头 老头虽然幻术厉害 但手脚功夫远不如季贤 他很快就被掐住了脖子 季贤一刀下去 提前送他去见了阎王 老头一断气 嗜血毒虫 就化成了黑烟消失 陆建行对季贤刮目相看 但他还有些疑虑 这下陆建行打消了怀疑 认定他就是气印川 季贤本想离去 谁料陆建行要他一同上路 这样他也能分得军功 到了北镇斧司 落个百货 不是问题 季贤顿时心动不已 他虽然是个打家劫舍的流寇 但心中还有几分报复 昨晚他和三弟一起行动 本想搜刮点财物就跑 谁料碰上了另一伙劫匪 杀人夺宝 季贤看不过去 传肯就传肯 别死红票 谁料下一秒 男人一刀抹了姑娘的脖子 这激起了季贤的愤怒 俗话说道义由道 就是这种败类 搞出了整个行业 季贤身手了得 片刻就杀光了这群曹寇 但三弟对他大肆嘲讽 有人啊 不认命 披着一身流寇的皮 不死这颗当好人的心 想起三弟的话 再看看眼前逆天改命的机会 换身皮 换个活法 机嫌骑马 追上路见行 顺利跳槽到了锦衣卫 一行人昼夜奔袭 疲惫不堪 便在一个荒废的客栈落脚 谁料一进来就遇上敌人 看样子 这是奇门中的血葬 红衣男人刚走下楼梯 碗中的白酒 瞬间变成血水 最后男人邪魅一笑 撕破了自己的咽喉 客栈瞬间被鲜血淹没 眼看众人要葬身血海 陆建行集中生智 游到树使身边 一刀割了他的脖子 众人这才逃脱血海 落到了真正的客栈 从前两次来看 要不换树 就要在幻境里杀掉树使 我们是不是还在幻境里 此时 一只瓦刚滚了过来 几人拔出绣唇刀查看 缸中居然装着一个活人 出来 人质瞬间长出手脚 随后 扑向一名锦衣卫 其他人急忙去砍他胳膊 谁料 胳膊落地的瞬间 人质惯笑着晃动身体 他居然长出了新的胳膊 怪物向龙水箱扑来 众人急忙闪退 但还是被他抓住了一人 眼看怪物血条太厚 季贤决定智取 把匣子给我 干什么 没事 你起死了 快给给我 最后 他将匣子绑到同伴身上 怪物果然被匣子吸引 陈着怪物分心抓人 即嫌一刀刺向怪物脖子 危机立刻解除 但这一路损兵折将 中人不敢再耽误 他们快马加鞭 赶往下一个驿站 准备换马后直奔京城 但驿站空无一人 中人掏出火折子查探 却见角落中出现一个人影 混蛋 又玩什么花样 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众人身后 其他人立刻追了过去 黑暗中 传来他被折磨的惨叫 但众人根本找不到位置 惨叫戛然而止 众人四下搜索 却见刚才被抓走的兄弟 全身骨头都被折断 正当众人沉静在京剧中时 谁料 纪显不慎重招 被影子拖进了黑暗之中 好在他有主角光环 他想起了真正的气应川 死前的忠告 纪显凭借听声变味 在黑暗中和敌人近身肉搏 没了幻术困扰 他很快就将敌人断手断脚 看见纪显成功破敌 陆建行松了一口气 我们连夜出发 明日就到京城 但安全抵达北镇福斯后 陆建行却开始策反纪显 要拉上他去投奔魏忠贤 如果我们把东西交给他 从今往后 你我的前途不可限量 纪显并未一口否决 反问陆建行有何赏赐 陆建行张口就是百年的凤银 这百年的凤银我不想要 最好是莽服一套 可我们岂不成了阴挡的狗了 陆建行顿时收敛效益 原来他是在试探纪显 龙随乡事关重大 他必须确保半路加入的纪显没有二新 随后他说出了明天的计划 我们将这龙随乡交予护国周大人 他是这朝中搬到燕党的最后钟链 第二天两人成功会面 周大人欣慰不已 老夫这桌菜有了这条鱼 就齐了明日请客上桌 有了周大人的准信 几人欢快庆祝 随后纪显带着气硬穿的绝笔信 去城郊见了他妹妹 哥 你怎么不慷升啊 原来 七应穿的妹妹是个盲人 机嫌不敢告诉他真相 假装自己嗓子哑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 哥调回京城了 只要你开心 可天天来看你 但计划真会如此顺利吗 晚上 周大人打开龙随乡查看 谁料家中进来一个美女 如是何人 大人 夜已深了 早些歇息吧 看到美女手上的黑蛇 周大人立马把刀砍了上去 谁料 美女一个闪身 刀挂在房梁上 周大人回头查看 却被美女蛇刺穿了脑袋 收到消息的陆建行 一早赶到 却发现东厂接管了此案 周大人的死 理应由我北镇福斯查明真相 周大人勾结藩王 东窗事发 陆建行听不得他污蔑中良 就在他要动手时 冯公公赶来劝架 帽子可不要乱扣 陆大人 请回吧 但济贤心中大惊 冯公公居然是他结拜的大哥 果然 他一回到住处 就收到了大哥的转信 他只能去赴约 二弟 冯公公 你现在是北镇福斯总期 骑硬穿了 大哥告诉他 七年前他结标来到京城 发现一切祸乱的根源 在魏中贤 大哥劝济贤加入自己 两人理应外合 一定能除去魏中贤 为了表达诚意 他透露了魏中贤的计划 今夜 龙水香将从西南瓮城 进入京城 入库王公尝火药库 陈时 火药库会发生爆炸 龙水香变成粉末洒进京城 京城将变成恶鬼横行的地狱 济贤急忙交消息 告知路践行 周大人和兄弟们不能败死 路践行立刻带人行动 谁料 他们刚出城门 大门就被关闭 城墙上迅速步兵 有诈 七兄怎么没跟进来 一脸懵得纪显上了城墙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路践行等人 结党营私 密谋造反 随着东厂太监一声令下 官兵瞬间开枪射击 纪显上前阻止 却被石杆枪敌住脑袋 他只能看着兄弟被杀 唯有一口气的路践行 则即将被关进大牢 分怒的济贤去质问大哥 谁料 大哥拉下一道帘子 里面居然摆着24个灵位 这些全是弹劾过魏忠贤的忠臣 可最后都被皇上斩首 所以天下不宁的罪魁祸首 不是魏忠贤 而是师餐素卫的狗皇帝 所以他要借魏忠贤的手 杀掉所有的锦衣卫 斩断皇帝的耳目 龙随乡在哪 时辰到了 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龙随乡坟墨瞬间遍布全城 百姓们在暴政下 苟烟残喘 早就暗藏了新鬼 而龙随乡 就是压垮罗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百姓把压在心中的鬼释放出来 坐十天前 召集百官 皇帝下罪几招 最后皇帝将和魏忠贤一起被处死 换个世道 换个火法 姬贤无法苟同他的做法 时局动荡 最惨的只有百姓 你是要把这世道变成地狱 这世道本就是地狱已久 我只不过是放了把火 让众生涅槃 姬贤不想再变 他立刻离开 去找契印川的妹妹 因为他精通药力 或许能解开龙随乡的毒 但东厂先一步下了手 姬贤赶到时 还以奄奄一息 随后 女子一命呜呼 姬贤还没从悲痛中走出 东厂就派人杀来 眼看姬贤要惨死当场 危急时刻 三弟赶来 这京城啊 像鬼城一般 三弟本想带着他跑 但姬贤不愿当丧家之犬 他返回地牢 救出路渐行 还回来干嘛 回来看看 你死没死 既然没死的话 要不要一起 姬贤将大哥的计划 全盘托出 事实也是如此 大哥召集了文武百官 逼皇帝宣读罪己诏 兵臣众人不注意 洒下龙髓香粉末 看着癫狂的大臣 魏忠贤也吓破了胆 偿还你们的罪孽吧 陛下 而此时 姬贤两人还在路上 谁料 一个美女拦住了他们 你个没良心的 每次行动都丢下我 三弟拦住了美女术士 姬贤也不磨叽 立刻去营救皇帝 看着发狂的大臣 两人奋力砍杀 然而 恶鬼实在太多 跑 快跑 三弟牺牲自己拉住宫门 二哥 大飞仔 你再来找我合照 秦贼先擒王 姬贤杀到大殿 去找大哥 谁料 他刚出刀 就发现利刃变成了毒蛇 原来 他入了幻境 姬贤挡住了升官发财的诱惑 凭借坚韧的意志 克服了幻象 他一刀铜穿了大哥 幻象瞬间停止 姬贤以为一切结束 谁料 惨死的大哥 露出了微笑 东乡楼 春日凶围 三尺 西乡楼 柳月凶围 三尺五 熙熙攘攘的洛阳城 花楼内 纸醉紧迷 达官贵人们议论纷纷 姑娘们正在征选一年一度的花魁 柳月和春日 各方面都特别突出 最后 柳月更胜一筹 成为花魁 在男人们的高呼喝彩之中 柳月按照规矩 翩翩起舞 随后拿起弓箭 挑选今晚的服务对象 待会儿纽约射中了神 今儿晚上就归谁 好 好 好 弓箭射出的那一刻 花魁 却全身燃起了熊熊大 一时之间 火光冲天 直到跌入水池 杨补快 赶到现场 花魁 已是一具交尸 此状和神婆一样 都是自然 原来 前天晚上是鬼节 洛阳城举办了盛大的驱鬼祭祀 神婆当众点燃了鬼王的指向 已是驱除邪碎之意 祈求来年 崩条欲顺 然而就在这时 鬼王竟从地里爬了出来 鬼王怒不可遏 所过之处 乌烟瘴气 百姓们被吓得四处逃散 愣在原地的神婆 在鬼王的怒视下 浑身着火 当场化作一具交尸 金武卫上将军 赵恩典 负责驱鬼节的安防工作 出了这样的大事 朝廷为了安抚民心 以玩物职守为由 将他抓捕 三天后 问斩于世 我爹是被冤枉的 赵将军的女儿清清 想要劫狱救出父亲 却被杨捕头劝住 告诉清清 就算是出了大牢 也难逃洛阳城 要救赵将军 唯一的方法 就是找出鬼王杀人的真相 现在距离斩首还有三天 否则他的父亲 将会永远背负罪名 清清这才恢复了理智 之前他爹曾告诉过他 在地下不良井 有一个名叫万世通的人 无所不知 无所不懂 传闻不良井的入口 在宅坟之内 只许进 不许出 而且里面鱼龙混散 清清为了救父亲 执意要去不良井 诸不知 所谓的不良井 并非地狱魔窟 只是一群隐居在世外的居民 就在前几天 他们还在疯狂夺鬼牌 因为不良井有个规矩 一旦抢到鬼牌 再敲响丧钟 就能见到鬼王 回答一个问题 两个孩子拉动绳索 半倒几名壮汉 一旁的女孩 捡起鬼牌就跑 可前方也有追兵 好在女孩伸手利落 快速跳上阁楼 随后 成功敲响了丧钟 白石头 我成功了 你太厉害了 小辫子 女孩名叫小辫子 从小生活在不良井 吃百家饭长大 因夺得鬼牌 小辫子获得了 进入禁地的机会 一阵地动山摇之后 鬼王现身 随后用手 缓缓将小辫子拖起 小辫子想知道 他的义父万事通 去哪里了 义父将小辫子 扶养长大 一年前却离奇失踪 你想见他 是 就见鬼王施法 小辫子很快 跌入人间炼狱 四处滚烫无比 只有一处山峰 可以躲避 所有人都在网上爬 在这里 小辫子见到了义父 然而义父却为了救他 跌入火海 化为灰烬 鬼王告诉小辫子 他的义父万事通 已经遇害 小辫子想知道原因 可鬼王只回答一个问题 若是要问第二个问题 就要替鬼王办一件事 这样也算公平 小辫子毫不犹豫地答应 我要你去地上帮我送个东西 小辫子根据鬼王的指示 出了不良警 来到洛阳城 进入一家棺材铺 就见棺材里 钻出一个衣着清凉的美 是鬼王派你来的吗 阿姨呀 有新客来了 把手伸过了 让我看看你 还有多少阳兽啊 小辫子可不想招惹两人 吓得他赶紧将东西放下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第一次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小辫子看得眼花缭乱 如此热闹 只因洛阳城 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驱鬼节 就当百姓齐后 要烧掉鬼王指向时 鬼王突然现身 大发雷体 当众烧掉了神婆 因此才有了金武卫 被斩首问斩的事件 清清为了替父亲 喜庆冤屈 想要进入不良警 向万事通打听鬼王的消息 划分两边 小辫子完成任务后 受到鬼王的重用 还同意他可以自由出入不良警 至于救他的义父万事通 鬼王模棱两可 在你没有筹码之前 没有权利与我交易 看到这里 感叹一下 无权无事说的话再有理 也都是废话 随后 小辫子再次替鬼王办事 来到清楼 将一包东西送给指定的人 此时清楼正在选花魁 小辫子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 花魁流月 当众表演了天外飞心 惹得台下的男人们连连叫好 可突然意外发生了 杨捕头赶到现场调查 看到了人群中的小辫子 抓着他的手就走 原来小辫子与清清 长相相似 杨捕头误以为他是清清 打扮成这样 想要潜入不良景调查 小辫子告诉他认错人了 杨捕头却不相信 两人自小青梅竹马 杨捕头还以为他在生自己的气 为此还特意买了件乞丐的衣服 死缠乱打的 跟着小辫子 说是要与他一起去不良景 小辫子看一眼杨捕头 人帅钱多 还傻不垃圾 便游着他 殊不知杨捕头的意中人 清清 已经找到不良景的入口 刚摸进去 就被守卫发现 小辫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清清因为和小辫子容貌相似 就连鬼差也没发现 莫名其妙地混了进去 随后打听万事通的下落 得知万事通的死讯后 便去找他的女儿 百事通两人长得着实太像了 就连与小辫子一起长大的百事通 都没有察觉 就在这时 独远龙因鬼牌之事来寻仇 双方打了起来 令人意外的是 清清的实力 原在小辫子之上 一一敌多 丝毫不在话下 瞬间就将他们 打得满地找牙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鬼王找你的 你们说的鬼王在哪 白事通立马带清清去找鬼王 谁知 遇到了正好回家的小辫子 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双胞胎 这时 白事通说出小辫子的身份 他并不是自己的亲姐姐 而是他爹 在外面捡回来的 为了弄清楚 两人是不是失散多年的 双胞胎姐妹 只能问清清的父亲 杨将军 可不良警 有鬼差把手 只能进 不能出 幸好小辫子在帮鬼王做事 于是小辫子 让清清夹扮自己 仰捕头 则藏在箱子里 将两人送出不良警 怎料 刚到大牢 就见官兵将赵将军提了出来 说是要去刑场斩首 迫于无奈 清清只得劫狱救死 虽然官兵很多 但妇女俩武功高强 加之杨捕头暗中相助 妇女俩最终逃出大牢 随后来到不良警 见到了小辫子 你怎么长得跟我女儿一样 原来清清并非赵将军的亲身女儿 十八年前 一个满身是血的妇人 带着墙堡中的孩子来赵府求收礼 交代完便停止了呼吸 对于自己的身世 清清并不着急 眼下最重要的是 证明赵将军的清白 找出鬼王破获花魁和神婆被烧死之谜 此刻 鬼王发怒 惩罚花魁和神婆的传闻 在洛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 可城里的剃头匠却不相信 我可没看见 我不相信 我倒想见识一下 什么是鬼 话音刚落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剃头匠身上 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百姓们看到这一幕 吓得提心吊胆 剃头匠垂死挣扎 掉落至河中 却还是没能逃脱 此状与花魁和神婆一模一样 难道又是鬼王在诅咒 而这点 小辫子正好奉鬼王之命 来附近送过东西 鬼异事件 接连出现 一时之间 洛阳城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 洛阳城街头 突然出现一位大师 声称 有东海圣水 可解鬼王的天火 起初白姓们并不相信 只当大师是江湖骗子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只会说话的狐狸 窜到屋顶 圣水克天火 来往法师赐水 连狐仙都发话了 部分人相信了 冲过去喝所谓的圣水 一时之间 竟争先恐后 轻轻和杨博涛觉得不对劲 取了些回去检查 白士通发现 水中被人投了毒 这是有毒的药水 无色无味 极容易引起神经错了 若是传播开来 后果不堪设计 白士通在父亲留下的医书中 找到了制作解药的方法 不过比较麻烦 要去城中买十几种药材 就在这时 一群鬼差杀了 想来鬼王已经知道他们的行踪了 为了脱险 几人只能硬刚 真正动起手来 才发现鬼差太弱了 根本就不是轻轻几人的对手 不过片刻 他们就将鬼差打跑 此地不可久留 几人决定逃离不良紧 半路上被一群指人拦住 轿子里坐的居然是花魁 剃头匠 以及神婆 这三人不是被烧死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还没等几人想明白 剃头匠便甩出一把长刀攻击 快速躲过之后 轻轻飞身而上 与其站在一处 看来伸手也不过如此 神婆健壮 掏控指人朝小辫子杀去 赵将军冲过去抵挡 果断砍下神婆头颅 令人意外的是 她居然捡起自己的头颅 安了回去 破于无奈 赵将军只得先帮清清 对付剃头匠 妇女俩配合默契 剃头匠一个来回 就抹了脖子 随后 联手对付神婆 达斗之中 清清占了上风 谁知神婆腹部 突然伸出利刃 幸好赵将军 替清清挡下致命一击 而神婆面对围攻 也显露出真面目 原来神婆 是棺材铺老板乔装的 见身份被识破 棺材铺老板 想要开溜 怎料一把飞刀来洗 让其当场 命丧黄犬 而花魁刘月 与杨捕头缠斗 花魁刘月 多次使出魅蜀 趁机偷袭 可杨捕头 伸知妖女的手段 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 一刀将其送走 将三人击杀 一行人来到棺材铺 在棺材里 找到多具胶尸 和一张狐狸皮 就当几人思考之际 突然遭到袭击 定睛一看 竟是那天 与棺材铺老板苟且的女子 对方出手很辣 是暗器高手 轻轻剑法高潮 几个来回 就将她收拾 平静之后 几人在房间里 找到洛阳城地图 顺着骷髅标记 发现下一个目标 居然是皇帝 此刻皇帝为了安抚百姓 正在洛阳城游行 期间突然有人发生吵了 殊不知 这些人是因为喝下圣水 因中毒 丧失了心志 这些人就像中了血一样 纷纷朝皇帝的轿子 走了过去 见人就攻击 幸好此时 白士通的解药 已经感治好 只是还在不良景之中 在清清等人的掩护下 小辫子和白士通返回不良景 准备取解药 谁知不良景也乱作一团 原来鬼王发怒了 走出近地 迁怒于不良景的百姓们 走过之处 片甲不留 期间 四处躲避的小辫子 发现阁楼上藏有炸药 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鬼王的破坏力 是靠鬼差引爆炸药产生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小辫子躲过建筑物 走水路靠近鬼王 果不其然 鬼王没有攻击他 大家不用逃了 鬼王 你是幻术 并不存在 小辫子当众说出 鬼王的阴谋 在洛阳城中 摆放可以置换的花草 再利用自己 给他传递消息 神婆 花鬼 剃头将 其实都是在装死 用事先准备好的交尸 掩人耳目 在城中 制造恐慌 然后伺机 提供下过毒的圣水 至于鬼柴 不过是几个会无功的人 假扮的 所以 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王 事到如今 鬼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没想 是之前派发圣水的大师 原来 他做的这一切 只为报复皇帝 十八年前 大师曾在朝中为官 当时 东阳人进贡了一本 《幻语录》秘籍 因其中记载秘法过于诡异 朝廷将其列为禁书 藏于白马寺 对此 他很感兴趣 于是买通了香客 王成福 让他将幻语录偷来给自己 没想东窗事发 皇帝大怒 灭了他九族 侥幸逃生的大师 怀疑是王成福出卖了自己 于是派人 杀了他全家 王夫人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 逃了出来 而万事通 就是在王成福家附近的石桥上 捡到了小辫子 事后 因撞破鬼王的阴谋 才遭了毒手 之后他利用幻语录 制造出鬼王的传说 只为找皇帝寻仇 大师本想持人质逃离 谁指 白士同一刀 便刺入他胸口 这也算是为他爹报仇了 小辫子也不甘示弱 因为他就是王成福的小女儿 在小辫子的洗脑下 不良井的居民们 带着解药回到地面 人多好办事 很快就将解药派发完毕 成功化解了危机 之后 洛阳城便有了不良人